柔弦的变化包括很多幅度的变化,频率的变化,收指压力的变化,迟到和不迟到的变化等等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柔弦频率的变化 柔弦的频率主要和你所要表达的情感是有关联的 如果你的情感比较舒缓,一般来说就比较慢 比如说 这就比较慢 如果你一坏了以后,情绪就感觉不对了 那如果你比较激动,那就要快一些 如果慢了,就感觉情感不够饱满 那么下面我拉一下这个曲子,大家体会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频率的变化 注意频率并不是只有慢和快两种哦 中间有很多的变化 中间有多种感受的变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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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